你就是那个跟我相亲的 你好 我是 你这怎么是给别人擦车的呀 哦 这 这什么这 你这一个月的 能挣多少钱呀 我一个月啊 不带奖金的话 三千一 三千一 你一个喜车的还找什么女朋友啊 我父母给我一个月零花钱 都比你多三倍 我们要是在一起了 我想换一个新安放 你是不是攒钱 还要攒半年 你养得起我吗 呜呜 你看这帅哥 老老实实的 这不挺好的吗 好什么好 他这样的 配得上我吗 那你觉得 什么样的人 他配得上你 是刚加上你微信 就喊你老婆的人 还是在酒吧 拼命灌你酒的人 还是 天天给你戴绿帽子的人 我是过来相亲的 不是过来看你炫富的 你要是觉得咱们合适 那咱们啊 就心平清靠地坐下来聊一会儿 你要是觉得不合适 也没必要 对我冷嘲上讽 怎么 就还不让人说了 没有 没关系 那我就不让人说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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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确认你要和他在一起 你可千万别后悔 我 董事长 董事长 这个呀 是您为您相亲对象 买了180平的大房子 给 来 这个送你了 哎 等会 等会 我才是你的相亲对象 这些应该都是给我的吧 哎 你刚才不是说 你家很有钱吗 是啊 我爸一个月能赚好几万呢 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 能当户对了呢 小妹妹 你再有钱 那也是父母给的 没有好的价值观 你啥也不是 父母给的 那叫背景 那你打拼出来的 还叫江山 走